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西边境的清兵和陆营兵一样 乡军和淮军同样式 汉人组成的武装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强大起来 成为这一时期 至甲午战争期间 清朝主要的军事力量 期间参与了一系列中外的战争 比如平西西北回乱和中法战争大节等 取得不小的成绩 然而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 以湘军和淮军为主力的清军 败于日本之首 再次证明了清朝的凌弱 以及军事上需要再次改进 展开全文1885年 中越边境地带的清兵 鉴于甲午战争的失败 清政府下令由张之洞 聂世成、袁世凯等人建立新军 习凉枪、学习法 这支军队完全使用西式军制、训练和装备 一切依照德日制度 并由德国人为主要教习 是清朝最后一直有战斗力的正规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原本是清政府用来加强统治的新军 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推翻清朝的主力军 山海关炮台的清兵1900年代 满洲的清军1890年代 山东邹城的清军将领四川云南 一代的清兵1900年代 福建厦门的清兵 1902年 上海的旧军统领和清兵云南 与越南边界的清军军官1895年 四川成都的清军士兵 1901年的清兵护卫 护送外国人前往任何广西边境的清兵 满足骑兵广州的清兵 演练1900年代 广州的清兵福建 清兵的射击演练 19世纪后期 新疆一名的清兵广东的清兵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今天可以談及